歡迎收看電影王宅淑沛,我是主持人咖啡 如果你是喜歡恐怖動作遊戲的玩家 那麼你一定也會喜歡這款 在夏日遊戲節二里二十中公布的野狗之獵頭怪 這款有曾經開發沉默之秋 史昏曲的外山歸狼領軍之作遊戲 究竟有什麼特別內容呢? 就讓我們起來看看吧! 街頭遊戲音樂會快樂互動送毫禮 買咖一千點免費抽 6月29晚上6點 街頭同樂不見不散 野狗之獵頭怪遊戲舞台設定在九龍 發生了連續殺人事件 隨著發現越來越多大腦消失的屍體 居民們開始謠傳野狗之出來殺人啦 玩家將扮演失去記憶與身體的靈體平軌 在九龍城中附身居民展開行動 並與稀少體一起共同作戰 調查事件的真相 遊戲中玩家將可以自由地選擇附身的對象 不需要消耗任何能量也沒有時間限制 唯一的限制就是肉體的死亡 而面對野狗之的侵襲 一般人的身體是頂不住的 因此玩家內心會浮現 好想要強硬一點的身體啊 把人類當作拋棄式物品的價值觀 在遊戲中卻是核心所在 野狗之獵頭怪預計在11月8日發售 喜歡恐怖動作遊戲的玩家 千萬不能錯過這款 充滿香港氛圍的獨特作品喔